本实例是一个有趣的眼睛 它在液晶屏上显示 并能跟随在Cliber C6前的物体移动而转动 仿佛Cliber C6的眼睛活了 能看到眼前的物体一样 而且周围的声音越大 眼睛越大 越红 与前面的实例相似 使用眼睛来感知光线 需要先进行光线校准 校准过程中 液晶屏渐渐变成红色 结束时 在液晶屏中间绘制了一个眼睛 随即Cliber C6进入路盘树 反复不断地执行函数 JawEye JawEye函数的两个参数又是两个函数 负责计算眼睛转动量的Irow 和负责检测声音大小的Sound Level 我们于是来看看这两个 我们于是来看看这两个作为参数的函数 在Irow中 把左右眼睛上光明电阻的数值采样 通过与校准时的初始光线值比较后 判断是哪一只眼睛前有物体 当这个判断出来后 就计算出一个眼睛移动的位移 I Move变量 通过约束函数Contrain 限制其范围和重新映射后 I Move作为函数的返回值 传递给JawEye函数 作为第一个参数 告诉JawEye函数眼睛需要转动多少 另一个函数Sound Level 我们比较熟悉 前面的实例中 已经多次被用来检测声音大小 它将返回一个声音幅度值给JawEye函数 有了眼睛转动量和声音大小两个函数后 JawEye函数可以轻松地实现眼睛的转动 用的方法是把眼睛的绘图元素 按照新的坐标M重新再画一遍 于是在液晶屏上可以看到位置更新了的眼睛 另外反映声音大小的变量C 将作为Scholar565的参数 生成一个与声音大小相关的颜色值 去涂眼睛 字幕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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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